好,我們一起看看例題的9.5 我們說9.5 和9.6 是一個 combo 你要看完9.5 和9.6 才做到書後的練習 我們一起在右邊記錄一些東西 先重穩一點點 我們說Side 與Y 左邊有關係 Coside 與X 有關係 即是表示,如果我現在 在一個圓圈裡 隨便給你一點力 或是給你一個角度 現在我們說它的Side 其實就是打動這條 Coside 就是打橫這條 其實它的Side 與Coside 已經與這角沒有關係 這角純粹被我們畫到這點 Side Coside 是看這一點打橫的距離 為何分正乎呢? Coside 其實與X 有關係 即是我們看這條,即是看X軸上的數字 所以說,對於X屬來說 我們右手邊是正數 左手邊是負數 所以對於這條來說 這次它在左手邊 當然Coside 是負數 一樣,對於Y來說 我們說看Y 上面是正數,下面是負數 所以這次它在上面 所以這次Side 就是一個正數 基礎知識溫緣 我們一起看今天的題目 今天的題目很簡單 它就這樣說 化鹹以下的色 Side Coside 裡面會有180度加 180度減的東西 方法請你記住它 我們的目標就是 將裡面的餡料 化鹹成一個Pha 做的方法就是 第一件事,我們是需要畫圖的 先畫圓圈 其次,我們的目標是化鹹成一個Pha 我們來假設Pha 一個細小的角度 Pha 我們畫它的Side Coside Side 是與Y有關的 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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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留意到 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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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嘗試畫 甚麼是180度減的Pha Pha 如果Pha 我們說剛剛在很小的角度 180度減的Pha 你要大約知道它是哪個位 180度減的Pha 應該是180度 我們數回到Pha 所以180度減Pha 我們應該在這角度讀到這點 然後我們現在看它的Coside Coside 即是看打橫的線 第一件事 其實這個Coside的長度 即是Coside的長度 一樣長的 所以我們這次知道Coside 180度減Pha 是會等於Coside Pha的長度上 其次當我們說Pha很小的時候 其實它永遠都在這角度 即是表示 其實我們的Coside Pha和Pha 其實永遠沒有正負的問題 因為它永遠都是正數 但這次我們說Coside 在這邊 這邊和這邊的分別就是 剛才說過 向左的是一個負數 向右的是一個正數 當然它是正數 所以這次這兩條線 除了長度相同之外 其實一個是負 一個是正 我將正那邊加一個負號 它就會變成負 所以Coside 180度減Pha 就會等於負cosPha 記住答案永遠有三樣東西出現 正負 Coside 和一個單定的Pha 另外 當然這個正負 其實你有另一個方法想的 其實我們可以想回 A S T C的方法去想 這次我們在S這個區域 S這個區域其實就是暗示 只有Side 是正數 所以我們這次的Coside 必定要是負數 所以其實 當你知道兩個長度一樣的時候 我們要去想一下 它在S這個區域 即是表示 自動我們需要一個負數 所以一樣會得出答案 負cosPha 那我們一起看看B這題 相同地 我們需要先畫圖 我們先畫一個 十字 畫一個圓形 其次我們要畫一個小小的Pha 我們要知道 打橫的 就是Coside 打動的Side 接著我們是180度 選Pha 180度 減就是向前一點 所以這次我們要這個 就是要這一點 對於這一點來說 Side 就是這條線 所以我們知道 Side 180度 減Pha 其實就跟我們原本這條 Side Pha 是一模一樣長的 其次我們要判斷它的正負 我們說這次 向上的是正 向下的是負 這次向上 所以這次是一個正數 另一種想法 ASTC 這次它在S這個位置 所以Side 是一個正數 所以我們不需要加個符號給它 所以我們得出答案 Side 直接等於Side 是Pha 三樣東西 正負 這次加水母石 Side 接著第三樣是Pha 我們繼續去看C part C part這次是Side 360度加Pha 一樣要做相同的東西 首先畫十字 再一個圓圈 接著第一樣做的東西 是我們畫一隻很小隻的Pha 我們一樣 打動的是Side 打橫的是Coside 這次畫 我們要360度加Pha 當然360度 好像一個圓圈在這裡 再加Pha 即是加多隻次Pha 即是我們原本的這條線 所以很簡單 360度加Pha 即是我們原本的東西 310度加Pha 即是原本的SidePha 就完成了 這題比較簡單 繼續看下去 D part Side 360度減Pha 所以第一樣我們要畫60字 我們畫一隻很小隻的Pha 我們就畫了 打動是Side 打橫是Side 接著我們要想一下 Side 360度減Pha 360度就是一個圈 就是自己 然後減就是向下 所以這次的SidePha 所以這次的SidePha 應該是這個位置 這個Pha 然後我們畫這次的Side 所以Side應該是這條線 我們畫這次的Side 其實這條線和這條線是相同的長度 所以我們就畫了 Side 360度減Pha 等於SidePha 接著我們要決定正負 你有兩個選擇 要是可以想 向上 就是向下 向上是正 向下是負 要是你再想 ASTC ASTC 這樣 我們這次在C這個位 好 所以這次是一個負數 所以Side360度減Pha 其實就是負SidePha 好 到下一題 是負CosidePha 我們一樣 又要畫回那套 Pha Pha 一樣畫 短的那條是Side 長的那條是Coside 然後我們畫回 所謂的負CosidePha 其實跟剛才一樣 我們又在這裡 向後數 Pha 就是這麼多 這次我們要Coside Coside 是這條 我們知道 這條的長度 就是我們原本CosidePha的長度 所以我們可以寫出 負CosidePha 等於CosidePha 我們現在再決定正負 我們說 向右的是正數 向左的是負數 所以這次是正數 或者 ASTC A A ASTC 這次我們在C這個位 所以 Coside也要是正數 所以這次 Coside-Pha 就直接等於CosidePha 三樣東西 正負 正的沒有寫 Coside 接著Pha 繼續看下去 這次是一個難題 Tangent 怎樣算呢 Tangent 其實就是 Coside Coside 我們 要把它變回 Coside Coside 留下閃圖 然後 現在的做法 是 各自做 好 我們 又畫圓形 畫角度出來 Veta 這個 和這個 然後 現在 我們畫 這次是180度 加Veta 180度 就是這個位置 加就是向下 這個位置 那就怎樣 我們畫 我們畫 要的應該是 這條線做Side 這條線是高Side 所以 現在我們畫 其實 我們Side 即是 這條線 即是 我們原本SideVeta 這條線 寫下 其實就是SideVeta 正負還沒決定 然後 Coside Coside 即是打橫線 打橫線的長度 就是我們原本CosideVeta的長度 接著我們決定整負 先處理Side 我們說是向上的整數 向下的負數 所以 現在 我們這次的Side是向下的 所以我們說 我們的Side是一個負數 同樣地 我們說向右是一個整數 向左是負數 這條線是在左邊 所以這次的Coside是一個負數 接著我們做的東西就是 化簡 負 負得正 所以首先第一點是 正的SideVeta 其次 SideVeta overPosideVeta 即是 Tang Veta 就是這樣 另外 我們說 ASTC 這次它在T這個位 其實我們期望出到的Tang 都是一個整數 所以這次很好 我們出到的Tang Veta是一個整數 三樣東西 正負 今次是正 Tang 和Veta 下面是有六題 你要做的 同樣地 做的方法 先畫圖 再判斷 它是SideVeta 然後再想一下 它是正正負 書裡面是教寄公式的方法 來記住它 但我說 其實你只要掌握到 畫圖這個技巧 其實做這題目是不困難的 所以不如留一些記憶 去寄一些應該要寄的公式 答案 你可以看回書裡面的所謂的公式 就是page 9.46頁 chapter summary 裡面 有些公式 剛才那些叫做鑽角公式 通常的題目 當然不會一塊東西給你 通常就會混雜在整條化簡題目的面 除了我們要懂鑽角之外 有兩條顏色大家必須要記得 其實之前我已經說過 第一條顏色就是 如果你看到Tangent的話 我們會馬上把它拆成Side 和Cos 和Veta 第二樣東西 都很上用的 就是每次看到Side二次 和Coside二次的話 其實它們的關係就是這條色 所以我們出了兩個變化型 如果我們將Coside二去變減的話 看到Side二次 其實就是可以變成 1-Coside二次 看到Coside二次 其實就是可以變成 1-Side二次 反過來 如果你看到1-Coside二次 當然要轉為Side二次 你看到1-Coside二次 就即是轉為Coside二次 好,我們來看看這條數 A part 這次我們要面對兩個轉角 要做 第一件事我們要轉這個角 第二件事我們要轉這個角 我們在做這些題目的時候 首先我們轉好這個角 之後再開始想怎樣做 所以要轉角的話 第一件事 畫一個圓形出來 畫一個小小的Poside 然後畫一個小小的Poside 是打動這條 Coside是打橫這條 然後 我們先處理第一個 紫色先的 180度減θ 180度減θ 大約是這個位置 這次我們要找Coside 所以根據我們剛才的理論 Coside180度減θ 其實就是Coside 不過這次在左邊 所以要加個符給它 其次 我們畫360度加θ 360度就是繞一個圈 再加θ 即是原本這條線 所以Coside360度加θ 其實就是我們原本的Coside 不用加乎 最後加1 照抄 所以前面兩件事可以化簡直 Coside2次θ加1 咦?有點熟口熟臉 沒錯,其實它就是 1-Coside2次θ 即是旁邊的公式 即是等於Side2次θ 這就是答案 B part B part 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這次我們有Tangent 見到Tangent 我們要辛苦一點 將它變成Side 將它變成Side Side 超過Side 所以你會發現 這次是一個繁分數 中間的分線 記得畫長一點 做的方法一模一樣 先畫一個十字 畫一個圈圈 畫一個很小的θ 再分開 短一點的那條是Side 長一點的那條是Side 長一點的那條是Side 接著我們做的事 其實只不過是憑著毅力 將這四個一起轉 我們就說 Side-θ 我們先找到Fu Fu Fu Side 即是打動這條 Side-Fu 即是Side-Fu 其實就是Side-Fu 不過要給它一個負號 接著 繼續轉 輪到下一個 Side-180度-θ 今次畫回180度 推上一點 即是減 在這裡 我們今次要Side Side就是大洞 即是短的這條 即是表示它是Side-θ 想想要不要負 今次不用負了 做完之後再做下一個 Coside-180度-θ 即是都是這點 但今次要Coside 即是打橫這條 那就想想 長的即是Coside-θ 但今次是左邊 即是負數 接著 最後一個 Coside-180度-θ 今次是180度 再走前一點 這點 Coside 即是打橫這條線 即是長的 長的對方長的 即是Coside-θ 今次也是負 所以化簡後 就得出以下的東西 接著就是我們平時做的化簡 先做了墳母的化簡 因為墳母還有一個分數 我們說墳母的分數 Coside 約了這個Coside 這個符 約了這個符 所以墳母只剩下了 現在墳母的side 又可以和分子的side約 所以我們約了所有東西 就只剩下負1 答案就是負1 接著幫我試做下面兩題 記住,每次看到tangent 其實我們要將它變成side over cos 這裡也是一項 當你做完這兩題 其實只是完成了目標的一半 其實你還要看9.6 一個combo 之後你才有能力做到書後面的題目 OK